我们看到我们中医历史 我们中国医药的历史渊源流长 在那个时期 我们治潮湿病就有办法了 卖麴 山菊穷 这种药材 有些药材可能似乎还在用 我不懂中医 这是一件事情 而且中医知识看起来 楚国人懂的 宋国人也懂 中医知识应该说已经很 在当时很普遍了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 就是战争中的人情 两军阵前 当然都是各位其主 可是 见了自己的朋友 总是不忍心 他被杀死 这点情意 就像戈壁荒滩里边 长这么一两颗绿色植物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蓝 楚庄王率领楚军攻打 萧国 实际上最终是要把冰封指向宋国 但打完萧国后 楚军因为接连在外作战 士兵疲惫 人心艳战 于是楚庄王把军队撤回 楚国修正 但楚庄王仍然处心 几虑要打宋国 最终他使用了一个计策 重新点燃了 楚国军民的战争情绪 那么楚庄王使用了什么计策呢 楚庄王有高招 也怪损的一个高招 他就派一个使者去齐国出差 派谁呢 派一个叫申州的人 为什么要派申州去呢 申州跟宋国人有麻烦 前面环吾社跟申书展 司马毛是友谊 申州不同 申州在多少年前 在楚国跟宋国打交道的时候 他曾经打过宋国君主的仆人 实际上就是打这个宋国君主 不能打 打他仆人 那么他跟宋国人就结了梁子了 楚庄王要挑动这个战争情绪 派谁去出使齐国呢 派申州 说派申州出使齐国跟宋国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因为按照地理上讲 从楚国到齐国 一定要从宋国走 按照列国之间的老规矩 走没问题 但是要实行一个礼节 什么礼节呢 借道 也就是事先要有人提前打 打招呼 知会一下所经过的国家 说抱歉 对不起 我们借光 我们从这走 这个没问题 但是 楚庄王这次让申州去齐国出差 摆明了 说无戒道 不要戒道 无戒道于宋 这摆明了 这很清楚 这申州很清楚 这是要牺牲自己的小命 申州当时就说 坏了这一下 他这么一说 楚庄王就说 杀儒无罚之 你放心 如果他们杀了你 我就罚他们 这个大包大了 貌似大包大了 可是对一个申州而言 无济于事 杀死我 你去罚他们 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所以申州很苦 没办法 他也想了个办法 就把自己的儿子 叫申西 引荐给楚庄王 他的用意 一是什么 一是给儿子一个机会 你看 我现在知道 我去 我到齐国去 这次肯定是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 那狗倒不是齐国 狗是中间蹲着一只狗 要拦截我这个肉包子 所以我死了 我为国家死了 给儿子个机会 另外 你楚庄王不是说了吗 杀了我以后 你得给我报仇 我让我儿子看着你 这个 这没办法 于是申州就出差走了 满怀凄怜 有去无回 风潇潇西 南风寒 所以他也心里很凄凉 所以结果 到了宋 抓起来了 当然记载不同 有人说是过的时候 到齐国去 没抓 回来还不接到 抓了 这个历史记载不同 反正就是被抓了 谁抓的他 宋国的执政 这个人叫画源 这个画源这个人 说了一套话 他说过我而不假道 比我爷 比我王爷 什么意思 说跟我这过 却不跟我借道 这是把我 把我宋国 当成他楚国的一个壁 壁就是边境小城 说这么看 那就是我们宋国 已经不存在了 他把我们当成 他的一个边地 小镇了 那就是我们亡了 亡了 那我们怎么办 你这样瞧不起 我们 我们叫杀其使者 说杀其使者 必罚我 罚我 亦亡也 亡亦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现在瞧不起 我们让开 我只能杀你的使者 杀你的使者 反正你必罚我 你必罚我 我还是亡国 我两个都是亡国 那好 我就唠个痛快 我就杀使者 诸位 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 化缘这样说话 他说明想起了 他们国家宋相公 活脱脱 一个宋相公 人家瞧不起你 你说有点 面子上 是瞧不起你了 但是 他跟实际的亡国 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可是你要真要杀了使者 招来大兵 你可要真亡国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画源 就不知道哪头抗热乎 也不知道撒多俩少 但是你仔细分析 他背后的心理背景 就是面子 比什么都重要 好面子 好到愚蠢了 你小瞧我 小瞧我 还不是亡国的 他就这么个心态 这个贵族太老了 他连西州贵族不是 他是商朝贵族 已经是一千年前的贵族 千百年前的贵族 老套 所以宋相公也是因为这个王 差点没亡了国 出个执政 多少年过去了 出个执政 又这个样子 我们看到宋国的文化 没有什么大改变 都是好面子 好道愚蠢 结果就把这个什么 把盛州杀了 杀了以后 宋国人等于成全了楚庄王 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史书上怎么记载他 说 头妹而骑 拒至于至皇 见急于寝人之外 车急于戌图之士 写了他几个动作 楚庄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袖子一甩 脚鞋没有穿 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以后 下边的人 他身边有人 拿着鞋子追他 追到哪呢 追到门口 清堂的门口 一个古代的贵族 出门的配件 件也没带 于是后边人追追追 追到什么 追到大门口 给他把件 给他配上 然后他 君主出门的坐车 这已经到了市场了 到了他储国的市场了 楚庄王听到了 深州被杀的消息以后 就是非常剧烈的反应 楚庄王虽然在行动上 反应剧烈 但在义愤填膺的背后 楚庄王在内心中 实际上是高兴的 他终于可以用 深州被杀的借口 堂而皇之地出兵伐送 但在伐送之战中 有一个人 面对千军万瓦 面对生与死的考验 这个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体现了信于义的价值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又做了什么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王安时 中国古代最具传奇色彩的政治家 改革家 文学家 他生前未及真诚 身后却招来文贵马 他的一生 他的是非成败 千求公罪 到底该如何评书 唐宋八大家中 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 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 百家讲坛 9月9日起播出 敬请收看 军队于是迅速组织起军队 到了这年的9月 就把这个宋国围起来了 这场战争啊 打的时间很久 整个的是围了宋国的 这是9个月 但是 我们说好面子的宋国人呢 他有他的长处 为成事而战 好面子这个时候 就变成了民众的什么 民众的一种战斗力 与此同时 他们开始向靖国求救 这是必然的 原因很简单 他们是靖的盟国 于是消息就带到了靖国 这个麻烦也就引到了靖国了